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真的那时候都没有袜子 光脚是穿棉鞋 没有什么衬裤 就是直接穿棉裤 我记得我母亲还不太会做衣服 我这个衣服老是绝着 这个中式衣服老是绝着 我老是满油 你看人家的衣服都平的 你给我做的衣服都直起来的 我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 朱献民 中国当代摄影家 1942年 他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 17岁离开家乡 最终选择了摄影这个行当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 朱献民一直用镜头 记录着家乡的变迁 在我这个对春节的概念里 从我记事开始 感激是春节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过春节必须要筹备一些 过年的一些年货 那这个渠道就得感激 在朱献民的众多作品中 黄河百姓是成名作 也是代表作 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时期 黄河百姓的生活印记 而且关注了黄河百姓 在新年中的服饰变化 这张照片呢 也是黄河边上过春节的一种状况 那孩子过春节 那产高桥是最高兴的 所以你看那孩子 还是要戴个健康军帽 戴个帽子 追求一种 所谓的那农村的一种时尚 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那个年代 人人都爱穿军装 戴军帽 绿色小军装 是最时髦的儿童新年服装 这张照片呢 老人家可能留着小孙女去感激 老人家的这种装束 这个棉裤和棉袄 这都是几十年 山东河南中原的典型的 装束了 代表性的装束了 但是孩子的服装 一定是九十年代了 你今天这种形象就没有了 这种服装已经是没有了 就是我现在庆幸的是 我记录了最后的 奴民的一个形象 你看这棉裤 研刀棉裤吗 这都是棉裤吗 黄河流域是我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 棉袄一直是黄河沿岸的人 在春节期间最具代表性的着装之一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 那时候我穿的衣服 在农州干脆就接受不了 春节我穿牙庸衣服 我有一次穿 我妈妈说 你这衣服怎么带泡泡的还 怎么还带泡的 浑身带泡的 打气的 那不牙庸衣服吗 我开始穿旅游鞋 我妈还说呢 你这什么鞋花里胡哨的 穿这个鞋 我就换上 换上我弟弟的衣服 用我弟弟骑的自用车 用自用车当年拖着我 走了很多的地方 也拍了很多照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新年服装 也从原来款式单调 色彩单一的时代 发展到了多元时代 羽绒服在这一阶段 逐渐流行 1990是多少年了 这一张照片呢 是老家的小姐俩 这个服饰 就是那个年代的服饰 这两个小孩反正 很典型的 在我们黄河中原 最典型的穿戴花绵 这张照片就是 今天的那个地方呢 孩子的装俗 全是羽绒服 一看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真实性 你要是找 穿两个花绵 你就不真实 每年的年级啊 是一副凝集着 热闹繁游与美好的 相宿年画一样 又是生活变化 社会变迁 这会进步的一个作用 一件新年衣服 一张面孔 朱宪明用镜头 留存着黄河人家的 新年记忆